为了更有效的对抗武汉肺炎疫情 中国政府决定参照2003年对抗非典型肺炎SARS期间 北京小滩商医院的这个建设模式 兴建两所分别取名火神山和雷神山的临时医院 其中中国当局委任了曾经参加过对抗SARS的解放军总医院 卫情部部长张思斌出任火神山的医院院长 同时中国军方也从军队当中调出了1400名医护人员 参与火神山医院医疗任务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曾经参与过对抗SARS的任务 援助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对抗伊波拉疫情等等的任务 在救治传染病上拥有丰富的经验 随着施工接近尾声 火神山医院在昨天也完成了交付仪式 并从今天起正式接受病患 耗时不到10天新进的武汉火神山医院 昨天上午举行了交付仪式 在武汉市长周鲜旺和林青保障部队副司令员百中斌 签署互换交接稳健之后 意味着中国军方正式接管这一家 专门为接收武汉肺炎病患而设的临时医院 从选址设计到施工 这个占地相等于7个足球场大小的医院 在年储夕宣布动工 如今春节都还没有结束就完成了建设 惊人的速度堪称是创造新奇迹 为了监督工程紧度 中国央视也从1月27号开始 全程直播整个建造过程 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4000名建筑工友是不分昼夜的跟时间赛跑 并成功赶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向世人展现了中国速度与中国力量 这座可以容纳1000个闯位的医院 已经在今天正式启用 同时医院内部的设施照片 也首度曝光在公众眼前 除了被有先进的仪器 每个病房都设有两张专用病床 而房间旁边则有一个小窗口 方便医护人员拿取物品 另外空调 通风设施 消毒设备 也都完成安装 对 准备 噢 吴 浩天 你怎么 at 吴 那是什么感觉 是什么感觉 cool 感觉